天天跟我做 每天一分钟 飞碟一分钟 最近有谣言说 蚊子会传播艾滋病 今天哥就来让你们放放心 蚊子的叮咬是不会传播艾滋病的 有人认为蚊子吸血前 要先吐一点血出来 万一他刚咬过艾滋病人 那不就悲剧了 科学家表示蚊子吸血时 会先从拖液管 吐一点拖液出来润滑 再用食管吸血 但绝对不会把上次吸的血吐出来 所以就算他刚咬过艾滋病人 就来咬你 你也不会被感染 要是食管刚从别人身上拔下来 就马上插到你的血管里 那上面肯定残留了一点血 不过这也不会感染 因为艾滋病病毒 要达到一定的数量 才能引起感染 研究表明 蚊子食管上残留的血 也就大概0.00004毫升 就算里面有病毒 那点量根本感染不了 再说艾滋病病毒 也不可能一直活在蚊子的体内 这病毒虽然牛逼 但是不能抵抗消化酶的作用 二到三天内就被蚊子消化掉了 彻底消失在世界上 蚊子不传播艾滋病 蚊子传播瘧疾 思虫病等等 对待蚊子还是别心软 出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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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唇的